我們來到紀念八二三炮戰 六十五週年 國民黨總統參選侯友宜 以及鴻海集團創辦人 他們昨天就先飛到金門去 來參加紀念活動 那麼有別於這兩個人在金門拼場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他是選擇到臺北的忠烈慈緬懷英雄 他就講說這紀念活動 實在是不要搞成選舉造勢 還說不贊成去繳禍 率領黨籍主管以及地方名店 民眾黨主席兼總統參選 人柯文哲八二三當天到臺北大職 忠烈子 向炮戰英雄之意 強調台澎金馬為一體才能促進團結 支持統一時間 國民黨的侯友宜 以及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人都在金門線上 難道柯文哲是誘心切割 表面上說不想讓活動失焦 但自家民眾黨籍的縣長 陳福海和縣黨部主委吳家將 卻是分別同框郭喉兩人 看來對於不管是藍白河還是郭柯 國民黨的縣長 總統好 只要提出最金門有利的政策 我們都不想金門相信都會給支持 我覺得這個態度也是對的 我個人不太贊成說 我政治上這樣壁壘分明 非常肅殺 誰跟誰就不行 我覺得我們是比較自然 所以我倒覺得這也沒有什麼 看來對於不管是藍白河還是郭柯 柯柯都保留相當大的空間 而郭董日前不斷拋出的喝咖啡 究竟喝到了沒 喝咖啡我跟你講 大家都是朋友啦 本來就沒有什麼條件什麼的 輕鬆一點就好 柯文哲態度放軟 而針對郭台銘表示要拿兩千萬美金 來成立兩岸和平基金會 他也是表示贊同 認為這些都是可以做的 看來即便橫跨兩地 郭柯的心似乎也綁在一起 記得李俊宇 廖凱成 採訪報導